嗨,大家好,我是坦平硕,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4月19号这一期啊 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截止到北京时间18号晚上21点 俄乌双方的这个战线变化不大 无论是在索夫亚尔还是扎布罗尔 还是在阿富迪乌卡 双方基本上都在僵持一个状态 但是俄乌双方互相轰炸 对方的领土纵深目标啊 这个一直没停 根据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啊 俄罗斯比尔格莱德州长格拉德科夫称 在比尔格莱德和比尔格莱德区上空 而防空系统击落25个空中目标 据初步信息无人受伤 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卡缅斯克化工厂 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该工厂生产弹道导弹的固体火箭燃料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军工厂 专门为导弹增长这个燃料的造造大火 当然按照俄罗斯的一贯说法无人员上网 然后所有的无人机被击落 事实上呢 根据这个彭博社报导啊 由于炼油产造到袭击 俄罗斯柴油出口量下降了25% 随着该国炼油率最近跌至11个月的低点 该国可能不得不将炼油厂无法加工的原油转移到出口市场 这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持续轰炸造成的损失 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能力 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啊 4月18日中新网报导 当地时间4月17日 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哥夫 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 据报导 17日切尔尼哥夫遭到三枚俄罗斯导弹袭击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截至18日上午 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 另有7人受战 其中包括4名儿童 这个俄罗斯啊 打击的都是乌克兰的民用设施啊 就是公寓楼 当然了 俄罗斯一贯的说法都是 那里面藏着北约的指挥部 就是俄罗斯的导弹打中的地方 那都是军事目标 英国政府发布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克港的卫星照片 在经历了一系列海上失败后啊 俄罗斯黑海舰的主力 不得不从塞瓦斯托布尔撤离 并撤回俄罗斯新罗西斯克 基本上成了他们的新总部 卫星照片显示 俄罗斯人扩大了这个港口 与军舰的专载作业 普京啊 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实际上就是想巩固克里米亚的地位 克里米亚有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母港啊 叫塞瓦斯托布尔港 那个地理位置战略价值极高啊 谁控制了克里米亚 控制了塞瓦斯托布尔港 谁就是相当大的程度控制了黑海 结果啊 现在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 被迫撤到罗西斯克港 这个新罗西斯克港相比较塞瓦斯托布尔啊 有个特别好的条件 可以说啊 相当于有了一个天然的防护网 怎么说呢 就是克里米亚啊 美西方它不承认是俄罗斯领土 所以说啊 美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啊 就可以尽情的使用在克里米亚 但是呢 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啊 它是俄罗斯的领土 确实啊 就在这个黑海的东岸 那个地方以前是个小的这个游啊 化工码头 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啊 已经受不了了 只好躲到新罗西斯克港 那么躲到新罗西斯克港之后呢 你乌克兰就不能用风暴阴影啊 用什么美西方援助的武器 去打这个新罗西斯克港 因为那个是俄罗斯的领土 这美西方是不允许的 所以乌克兰呢 它只能用无人机 无人艇 就是乌克兰自己的武器 去封锁这个新罗西斯克港 但是这个新罗西斯克港 离乌克兰的奥德萨呀 非常远 所以啊 黑海舰队啊 躲到新罗西斯克才得以喘息啊 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啊 玩游戏 男孩跟女孩在学校里打架 或者闹着玩啊 有的时候女孩厉害 男孩打不过 就最佳的这个庇护场所 就是男厕所 躲到男厕所 那这女孩她不敢进来 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 躲到塞瓦斯啊 从塞瓦斯啊 托宝港 躲到这个新罗西斯克港 就相当于这个男孩子打不过女孩子啊 正好躲到这个厕所里面 男厕所 尊求庇护 所以这个普京啊 现在乌克兰没有站下来 反而把这个克里米亚 差不多丢失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保护克里米亚 这就是典型的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捡起芝麻 丢了西瓜 这是双方目前的一个作战态势啊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这个泽勒斯基宣布啊 从本月开始 乌克兰首次开始每月生产 直门乌克兰自己生产的 伯丹纳155毫米 北约制式自行榴弹炮 这个叫伯丹纳 炮身是自己生产 这个载具啊 就是下面的底盘 来自捷克 但是伯德纳主要设计呢 他又是参考 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 法国这个凯撒自行火炮啊 在乌克兰战场上 受到乌军士兵的一致好评啊 但是法国援助给乌克兰的 确实有限 乌克兰现在自己啊 在生产 一个月石门 看上去不多啊 实际上对战火中的乌克兰来说啊 他能自行生产 一个月石门 这个凯撒自行火炮 实属不易啊 对吧 这个也减轻了盟国的压力 他自己能生产了 最近啊 由于乌克兰啊 遭到来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的袭击啊 给他的能源设施 其他的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这个泽伦斯基啊 一再要求欧盟和美西方 援助这个防空武器 现在得到了德国的响应 这个德国啊 他现在要学捷克共和国 这个捷克 他不就是突然在国际市场 为乌克兰找到了155毫米的炮弹吗 只要给钱 他就能买到 这个德国呢 也学这个捷克 德国牵头啊 正在组建一个联盟 就是防空联盟啊 来帮乌克兰 这个德国外交部长 贝尔伯克和这个国防部长 皮斯托勒斯 呼吁北约和欧盟伙伴 以及第三国 再次认真检查 是否有额外的系统 可以立即移交给乌克兰 德国总理舒尔茨啊 在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会后 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北约国家或将向乌克兰提供 六套爱国者系统 这德国啊 已经援助给乌克兰一套 然后马上要送一套过去 现在德国说啊 还要北约国家再提供六套 舒尔茨表示 在北约框架下 存在向基辅提供更多 爱国者系统的可能性 舒尔茨在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听说印有七套 其中一套是我们的 希望能找到另外六套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伯雷利啊 在这个七国集团外展会议上说啊 我们有爱国者导弹 我们有反导系统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必须把他们从我们的军营中拿出来 送到战火纷飞的乌克兰去 否则乌克兰的电力系统将被摧毁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进行战斗 无论是家里工厂网上还是所有地方 他补充说啊 我相信我们会这么做 但我们必须迅速行动 伯雷利说啊 他对美国内部政治 推迟了一项价值为608亿美元的乌克兰 积需援助计划而感到遗憾 伯雷利说啊 我们不能只依赖美国 我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关于这个给乌克兰啊 援助爱国者防空系统 德国啊是打前阵 欧盟呢是敦促 那么这个荷兰啊 那就是实大实的呼应 荷兰的首相吕特啊 表示啊 荷兰愿意从不愿将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的国家手中 回购他们 这个吕特还说啊 许多国家都拥有大量爱国者导弹系统 也许不想直接向乌克兰供应 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 然后运送到乌克兰 我们有钱 你看这荷兰都硬气吧 就是你们不好意思直接给乌克兰 那卖给我 我来把它援助给乌克兰 这个荷兰为什么这样的表态呢 我认为啊 荷兰呢叫好人做到底 好事啊 做全套 大家知道啊 这荷兰是送给乌克兰啊 就是援助乌克兰F16最多的国家 而且是最积极的 这个一方面啊 那是出入一种正义 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某一方面呢 也有荷兰要为自己报仇血恨的一面 一直说啊这个一定是防空系统先到乌克兰 F16后到乌克兰 顺序不能错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最近啊 这个欧洲国家突然这个旧防空系统啊 锦罗密鼓的啊 安排上了 这就从侧面说明这个F16恐怕很快就要到乌克兰 它必须要把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要部署好 要安排好 所以荷兰它有点急 因为它的F16战斗机马上就要援助给乌克兰了 结果你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防空系统还没解决 所以它干脆啊 我出钱买 对吧 你们就别磨蹭了 对吧 一共就要十来套就够了 你看这荷兰多硬气 所以说荷兰它是搬人搬到底啊 好事做到底 对吧 要不然你只援助个F16完了F16还不能用 不能部署在乌克兰 那不是前功尽弃吗 关于F16啊 还有新的说法 这个法国的分析师说啊 有可能吸引加拿大和美国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签约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 并在乌克兰操作F16飞机 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在乌克兰组建飞虎队 从这个美国啊 加拿大啊 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去招募这些退役的F16飞行员 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加拿大私人军事公司啊 他也有F16战斗机驾驶员 他们都非常有经验 对吧 直接给钱变成雇佣军不就行了吗 反正在乌克兰有大量的这个雇佣军 只有他们是在开坦克还是开飞机 这不重要 所以我一直说啊 这个欧乌战争的进程啊 是在美西方掌控 它可以快一点 也可以慢一点 这个节奏完全有他们掌控 这个F16战斗机慢一点 那就让乌克兰人自己上 培训他的飞行员 如果想尽快投入战场 早点形成战斗力 那就直接组建废虎队 对吧 如果想慢一点 那就初期给他几十架 如果想快一点 初期就给他150架 对吧 所以这个进程啊 都在美西方的掌控之中 跟俄罗斯没有关系 这俄罗斯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再看看这个法国 自从马克龙啊 说要向乌克兰派兵以后啊 这个法国的动作啊 还是很频繁的 但是即便这样 这个马克龙还是遭到法国政客的批评 批评什么呢 说马克龙啊 打嘴炮不干活 出功不出力 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 格鲁克斯曼 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 只喜欢空谈打嘴炮 但在行动上 却表现得很软弱 毫无帮助 你看就这样啊 马克龙要拍拼到乌克兰 这法国国内的反对派 还居然说 马克龙太软弱了 他说啊 你说支持 可我们的生产线 也不恢复正常生产 我们还没有做 需要做的事情 还是在火力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 要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靠嘴支持 有什么用 他还说啊 法国每个月 仅向乌克兰提供 3000枚弹药 而俄罗斯每天发射 2万发炮弹 法国严重不上心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法国啊 援助乌克兰 派兵到乌克兰 那不是马克龙一个人头脑一热 而是在法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国的民意啊 关于法国要出兵乌克兰 这个大国的啊 专家在这个电视上 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树 他说现在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 发生了顺速的变化 甚至未来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可能会发生逆转 这让欧洲让法国非常担心 美国可以退出支持乌克兰 但欧洲退不了 因为俄罗斯就在家门口 乌克兰也在家门口 这是关系到欧洲的安全问题 法国一直想扮演欧洲领导者的角色 他要展现自己领导欧洲这种意愿 和保护欧洲的能力 所以他要派兵去支持乌克兰 这是大国的啊 专家说的 G7财长承诺将协调队一对俄制裁 七国集团呢 财长承诺就伊朗制裁 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进行合作 他们在17日谴责了伊朗的报复性袭击 并承诺继续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 来挪用被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援助乌克兰 这个G7的动作还是太慢 这个就是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援助乌克兰 已经讨论了一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啊 不过啊 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就是用俄罗斯的资产援助乌克兰 这个恐怕要气死这个地宝老人呢 这个立陶宛总统脑塞达啊 他说啊 在欧盟的家门口 我强调我们绝不能失去乌克兰的关注 乌克兰现在需要军事支持 防控系统炮弹导弹子弹 我呼吁欧盟领导人执行我们自己对乌克兰国防支持的决定 这个北约秘书长斯特尔·腾布格表示啊 在援助乌克兰和武装本国之间做出选择时 北约承认国应该选择乌克兰 你看看 现在说的啊 越来越过分了 就是你在本国和乌克兰之间 对吧 要武装这个部队或者就是装备这些武器的时候 你优先考虑到乌克兰 自己能不装就别装了 这个爱沙尼亚国防军司令赫勒姆将军称 如果俄罗斯赶入进攻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将摧毁俄罗斯边境的军事基地 此外爱沙尼亚及其盟国将立即封锁波罗的海 这个是对普京进行拱火交友啊 普京是叔叔能忍 省声忍不了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法案 到底能不能通过 随着这个美国民主党和共产党 共和党之间呢 这个缠斗啊 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搁置了有半年 最后啊 还是在众议院议长 叫约翰逊的力推之下 要在明天在众议院投票表决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约翰逊呢 但这个议长实际上好像是票数非常弱 就是共和党里面只要有人反对他 他这个议长可能就干不下去 尤其是川普在背后啊 指使共和党议员如果要 罢免这个约翰逊 约翰逊这个依然就干不下去 但是这个约翰逊呢 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就是说不能再拿这个两党内斗啊 来让美国的利益受损 就简单点说 就是约翰逊这个人还是有点底线的 那川普他是为了他竞选 他个人利益 所以他就一直反对给乌克兰援助 拖垮乌克兰 等到他上台以后啊 他再搞什么 让乌克兰投降 水到渠成 所以现在在川普啊 这个竞选总统之前 你对乌克兰任何援助 实际上都是不利于川普的 所以川普是极力反对 但是啊 反对了半年 这个约翰逊 扛不住了 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啊 我正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援助 至关重要 否则我相信 普京会在欧洲大举进攻 重点啊 约翰逊说啊 我们不能玩弄政治 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 就是现在紧要关头 不能再搞两党内斗了 对吧 要做正确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 正确的事情 就是赶紧援助乌克兰 约翰逊说啊 在送子弹和送美国孩子到乌克兰之间呢 他选择送子弹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两党内斗啊 都知道 援助乌克兰那是必须的 但是 无非就是对两个党的利益更大 它就拖延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也是啊 共和党呢 他也不愿意得到乌克兰 所以他不给乌克兰的援助啊 理由是千奇百怪的 既然这次啊 要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那共和党他也要做好人的 他不能让好事都让民主党 传播这个战狼 所以共和党呢 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 对吧 对乌克兰更有利的援助法案 就是共和党要求民主党 立即马上向乌克兰提供 阿塔肯斯战术导弹 就那个陆军战术导弹呢 这个民主党啊 拜登到现在一直拖着不给乌克兰 那这个顺水人情啊 就由共和党来做 对吧 共和党要求你要援助乌克兰 那你就把这个 乌克兰自己需要的陆军战术导弹 马上就给他 你看实际上援助乌克兰这一块 这个共和党也不甘下风啊 好处不能让民主党全得啊 本来啊 援助乌克兰这个事也没那么复杂 美国两党是有斗争 但是为什么这次拖这么长 这么复杂呢 就是因为川普特朗普啊 但是现在特朗普他也在装王 因为他知道再这么玩下去 特朗普会受损 对吧 事情不能做太过分 万一乌克兰真输了 就是没有办法收手的 就是没有办法应对 特朗普在纽约特朗普大厦 欢迎波兰总统杜达 你看 就杜达跑到美国去 见特朗普干什么 这个兔子团师自明摆着的 那就是游说他 赶紧支持乌克兰 不能再玩下去了 这个杜达见特朗普 那他跟他说 不要支持乌克兰 两人讨论了乌克兰战争 以及波兰推动 增加北约成人国国防开支的努力 特朗普表示啊 我们全力支持波兰 说白了就是 特朗普也在掉头 他全力支持波兰 就是支持乌克兰 无非杜达呀 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 特朗普不是天天喊着 欧盟这一国家 北约这一国家 这个军费太低吗 然后结果导致美国保护他们 美国吃亏 那杜达就说了 我们回去做工作 让大家把这个国防开支提高 你看特朗普有个台阶下 我们再看看这个 让俄罗斯难堪的事情 让普京不堪呢 首先一个是 白俄罗斯总统洛卡申哥 居然背刺普京啊 这回这耳光打得一点狠 恐怕也是 卢卡申哥啊 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啊 已经看到了 风向在变 对吧 形势在变 所以他呀 随时准备跳船 这个卢卡申哥说啊 俄罗斯关于恐袭案 由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策划的说法 是虚假的 你说这太不给普京面子了 普京死活说 这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干的 结果卢卡申哥说啊 这俄罗斯关于恐怖袭击 由乌克兰和美国策划 这个是虚假 卢卡申哥为什么这么说呢 卢卡申哥为什么动摇 这也说明问题 这个普京啊 现在全指着卢卡申哥 给他当睡客 到处去游睡 卢卡申哥要想别人尿他 他必须得改变态度 把自己打扮着中立 打扮中立 那就得显得自己客观公正啊 所以他该批评 俄罗斯就得批评 这个俄罗斯 睁着眼说瞎话的 这个东西 你让卢卡申哥怎么去 跟美国跟乌克兰打交道呢 这东西三岁小孩都不信呢 这俄罗斯 普京就是狡辩呢 强词多理 让卢卡申哥很难办 所以卢卡申哥现在啊 指出普京就是在撒谎 某种程度上 也是讨好乌克兰和美西方 给自己留有余地 不能把自己跟这个 俄罗斯绑得太紧 到时候乘船的时候啊 想跑都跑不了 这个是白俄罗斯啊 那么这个 格鲁吉亚 首都地比利斯 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这个示威游行 抗议什么呢 就是抗议清俄政府 这个游行的格鲁吉亚人呢 打出欧盟旗帜 希望与欧洲在一起 而不是与俄罗斯在一起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这视频啊 这个格鲁吉亚议会啊 直接爆发武斗 这个清俄议员呢 正在发表讲话 下面就别的这个议员上去 给他一顿暴揍啊 痛打啰嗦狗 格鲁吉亚总统 阻拉比什维利 告诉媒体啊 他说阻止格鲁吉亚加入欧盟 是俄罗斯混合战略的一部分 其中格鲁吉亚梦想政府 显然是在帮助俄罗斯 他认为啊 当亚美尼亚加入寻求 走向欧洲的高加索国家俱乐部时 俄罗斯保持对格鲁吉亚的影响力 尤为重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高加索地区啊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亚美尼亚 所以他现在更加重视啊 就是要抓住格鲁吉亚 对格鲁吉亚施加影响 否则俄罗斯就彻底失去高加索地区 说到这个高加索地区啊 这个还有一个不省心的 普贤指啊 卡鲁山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 现在又在搞事啊 怎么回事呢 就是车臣的紧急情况部部长 叫查卡耶夫少将 大家记住了 车臣所有的领导人 都是卡德罗夫的亲戚 80%以上的车臣的 大大小小的这个领导岗位 都是卡德罗夫的 或远或近的亲戚 那这个查卡耶夫少将 他喝大了 然后呢 偷人家车 路过检查站的时候 这个警察不要检查吗 结果他拒不停车 而且还开车撞这个警察 酒驾 偷车 还要袭警 所以这个警察就把他拿下了 带到警察局 结果啊 到了警察局 还没开始审问呢 这个卡德罗夫的兵啊 就把警察局给包围了 强烈要求释放这个查卡耶夫少将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 对吧 这个当兵的喝多了 跟地方的这个警察发生冲突 这也常有 妥善处理就好了 该罚谁罚谁 但在车程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那是卡德罗夫的亲戚啊 4月18日 卡德罗夫说啊 车程紧急情况不不然 查卡耶夫在达基斯坦被拘留 是一种挑衅 卡德罗夫在声明中说啊 对查卡耶夫进行了可耻的挑衅 一些人企图以粗暴的方式拘留他 他认为这些执法者应该被轰然踢出机构 车程首脑呼吁达基斯坦首脑关注这一事件 这个查卡耶夫少将 他是在达基斯坦共和国的这个检察上被拘留啊 不管怎么说啊 卡德罗夫的这个行为 肯定会引起俄罗斯内部的反感 加剧车程和俄罗斯人的矛盾 某种程度上啊 可以理解成卡德罗夫现在翅膀硬了 或者说是普京啊 这个势力弱了 此消彼长 所以卡德罗夫敢放肆 如果普京还那么强有力 对吧 想给谁下毒就下毒 想让谁高空坠落就坠落 那卡德罗夫敢这样吗 所以说明啊 这个普京恐怕现在 这个控制力越来越弱 卡德罗夫啊 这个有点坐不住了 跃跃于世啊 最后啊 我们再看条新闻 2024年4月17日 大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李回会见乌克兰驻华大使 李亚比金 双方就中乌关系 乌克兰危机 以及共同关系的问题 交换了意见 这是国交部的一个简短的新闻 大家都知道啊 至少是大 特别代表 对吧 这个时候跟乌克兰的大使啊 李比 叫李亚比金 会面 能谈什么呢 大家再结合一下复旦大学的 那个叫冯玉军教授吧 最近这篇文章 在网上很火 他说 俄罗斯注定了失败 是不是预示啊 这个大国的风向也在变 毕竟啊 印度都已经弃船了 官流下大国 独自在这扛 这个压力太大 这个李亚比金啊 这个目的之一啊 我推测那就是六月份在瑞士的这个和平峰会 希望大国参加 恐怕这是正式邀请的 哎 泽伦斯基也发出了呼声了 希望大国参加 如果大国参加了 那这就是一个 又是一个转折点 最后关于这个大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啊 因为最近布林肯说啊 大国在帮助俄罗斯恢复他的军事能力 就是帮他恢复他的兵工厂 对吧 给他出口机床 这些 美国参与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布朗 在众议院称 大国对俄罗斯的帮助威护其威 大国只是没有谴责俄罗斯 这个布朗说啊 中国在密切观察俄乌局势和美俄活动 以此来了解自身能力 你看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都说了 大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帮助啊 威护其威 大国只是不谴责俄罗斯而已 所以说啊 这美国还是有明白人的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